165,《文匯報》A股伏牌理由鬥無離頭 2015年7月11日《財經新聞》B01特稿A股報寫下黑色幽默不絕 為深陷股災同苦心淵的股民找點落市 本週一至週三股市暴跌期間,如千家賞市公司停牌自救 其中不少公司不識字位形象,以各種無離頭的方式停牌 不料週四、週五A股強勢反彈,這些高掛面戰牌的公司 又要為如何復牌費盡私糧,截至昨日下午收盤 共有66家公司成功復牌,復牌理由五花八門 有的自打嘴巴,有的鬼鬼於人,有的民不對題 無離頭程度教廷牌公告有過之而無不及 通通成為網民冷嘲與歡的對象,自打嘴巴為過於 人據騰訊證券統計 昨日共有66家 A股上市公司復牌,其中護市主版36家 深市主版2家 中小版和創業版各14家 在復牌公告中,各種各樣的奇葩理由令人哭笑不得 其中網民吐槽最多的 非可潤光復的自打嘴巴公告莫屬 公告稱,此前因相關事項是否涉及重大事項存在不確定性 故申請停牌,但經過核實發現 上述事項屬於公司日常經營業務的一部分 不涉及停牌事項 故決定復牌,患有部分公司違過於人 將自身責任輕輕卸下 比如廣州發展聲稱,公司籌惑收購某公司電力資產 經與相關方溝通,未獲得對方主管部門同意 故決定終止籌惑本事重大收購及復牌 更加搞笑的是青島海信電器的復牌公告 被嘲諷為民不對題的典型 公告緊在第一段宣布復牌 之後的段落通篇再介紹最高端的電視rote 全民隻字未提復牌理由 最離奇的是內地某財經微博發帖子 有家公司當天申請停牌的原因是 公司董事長失蹤 復牌申請則是現查明董事長作天代產生孩子 今天已順產,母子平安,現申請復牌 不過翻查戶心兩時的公告 則未見到相關內容,不排除市網民惡搞 含糊其辭夢運過關 大多數公司則是採取含糊其辭的方式 企圖融運過關 比如紅豆股份聲稱 此前正在籌惑與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 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收養其下屬一家公司部分股權事項 因此停牌,但上述事項因涉及相關政府審批 實施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因此決定停止上述事項及復牌 鄉逸融通亦聲稱,雙方經緊張欺談 在交易方式和利潤分成兩個重要條款上難以達成一致 經公司研究,決定不再進行該重大事項 上市公司復牌理由固然牽強可笑 監管部門的維穩措施亦同樣令人無言 中正監本周四下發通知,稱為維護資本市場穩定 要求上市公司從大股東增持、回購股票、董監高增持 員工持股計劃和股權激勵者五項措施中,選擇一個送利好 大致為通訊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嘗試公司想要申請復牌的 必須至少出一個利好,且須中正監批覆之後才能復牌 企業復牌的順序事後停牌的先復牌 之前大批公司的無厘頭停牌,已經令A股的公信力受到打擊 如果再縱容這些公司任性復牌,將會令監管層的威信蕩然無存 希望監管陳家強把關,不要讓A股再次成為小鏡 香港《文匯報》記者陶若斌